第52课 生词 日语 外文 打字 保证 速度 共同 新鲜 事物 取得 岁数 招待 大方 让 让菜 时 感动 美味 浪费 可惜 谦虚 无论 优点 瘦 甚至 骄傲 缺点 理解 花 花钱 故 记 诱 绘画 她很能干 我给你们公司介绍的女秘书怎么样 这个人很不错 又热情又能干 她怎么能干 英语 日语她都懂 中外文打字她全会 字也写得漂亮极了 什么事都保证干得速度快 质量好 还有 什么舞她全会跳 真的 下次舞会我一定请她跳 我喜欢她的性格 你为什么喜欢她 我们俩除了有共同的爱好以外 我还喜欢她的性格 她的性格有什么特点 热情 活泼 接受新鲜事物特别快 她喜欢你什么 她说我聪明 能干 从来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 中国人非常热情 你去过中国 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吧 中国人非常热情 喜欢帮助人 技术大的人比较保守 年轻人大多数都很开放 听说他们招待客人大方的很 对 他们招待客人时 饭菜总是摆满一桌子 还要热情地给客人让酒让菜 是客人吃得饱饱的 你习惯他们的热情招待吗 我一直不太习惯 他们的热情实在让人感动 但是那么多美食品 如果吃不了就是浪费 多可惜呀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 每个国家的人也都有他们的性格特点 中国人的性格和美国人就很不一样 中国人聪明 勤奋 同时又很谦虚 一个中国人无论怎么能干 干得多么有成就 他也还是说 我不行 没干什么 还差得远呢 在中国 谦虚被认为是人的优点 谦虚的人很受欢迎 要是有人说自己多么能干 什么都干得好 他就太不谦虚了 甚至被认为是骄傲的表现 骄傲是人的缺点 这样的人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 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谦虚不能理解 在美国 你不介绍自己多么能干 总是说自己这也不会 那也不行 你就别想找到工作了 谁愿意花钱过那些既不能干又干不好的人呢